值得买啊 Pickle 4 我觉得如果单凭 单凭现在那些 游戏的内容 跟他 更换了那个Pickle 的那个Pancake 的那个 逛学的方案的话 我觉得 还行 还行 我觉得终于有点吸引力 而且有一些 有一个独占的游戏 那个Just Dance 今年才买Quest 2 如果已经买了Quest 2的话 我觉得就不用买一个新的吧 最有兴趣的 这些都是独占的Just Dance 对 我也是 而且啊 我感觉这个Just Dance 它是要跟 那个 配件 就是 动补的配件 是打一个配合的 这是为了 买这一套东西 不知道 能不能 试完呢 什么时候 能出呢 国内会不会有呢 我们可能27号 就可以知道了 这是5天后 很快的 星期二 27号 它如果宣发的时候 也有REC Room 那就是 那就这样了 我采访一下各位吧 因为我这边是元宇宙特别节目 我采访一下 我想知道你们看完这个发布会的感受啊 如果我今天早上没有看字幕的话 我会觉得挺惊喜 但看了字幕我觉得 就被剧透一脸完了以后 发现晚上没有新的惊喜 然后所以就有点索然无味 对 其实如果没有被剧透过还挺好 对 如果从没剧透过的角度讲的话 它挺精细的 它一年内能搞成这个样子 比去年 强太多了 就是可以和 它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 对 这是可以和快速一打的程度 但能不能和FRO一打 那我就不知道 是的 因为它虽然有这个产生透视的那个功能 但是它一闪而过好像只有几秒 应该15秒都不够 那我有点怀疑 它只是纯粹一个透视 就没有M2的功能 那它这个就是跟FRO有点区别的地方了 而且实话来说 今天晚上有没有真正的实机演示呢 因为游戏你没法说它是宣传片还是 那个就实机录制 我也没看到有没有小字来说 似乎是没有 对 彩色透视是PRO版还是说普通也有 普通都有 普通都有 哦 哦 那那个手咧 呃 你说手指那个追踪吗 手指追踪也是普通的也有 它们俩的区别仅在于 眼中追踪和面部表情的那个追踪 然后还有 还有外壳是吗 啊对 变成金色的 金色外壳 这个不重要 这个图好金 那个不重要 得交给义乌了 义乌肯定赶紧出壳一贴就行 或者用个贴纸 盖住 我不知道 对啊 但它是同样有个问题 它首先是开发者出的游戏必须要支持它的 面部追踪或者说表情那个部分 嗯 不然的话体现不出来 那东西有多多贵 如果只是在Pico的Avatar里面有体现的话 那就看到Avatar这个到底有多少人用了呀 嗯 真的能体现出来了 而且 我觉得还要看它那个Pico World它做成什么样子 它呃我们有多开发 这个正常的开发的那个流程或者说国内的状况来说 这这些事应该反而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结果 我现在最现实的事就是能期待呃国内的玩家能买到一个追踪效果终于还行的破产设备 嗯 是 对 现在已经9点了 我我可以单方面认为 呃保密协议解禁了 所以 没有没有没有 兄弟 你的解禁了吗 我的解禁了 所以呢我现在既可以发图也可以发表观点 呃 你停一下那个 为什么我问的是27号的 你们可能 你们可能卡位太低了 对 哈哈 嗯 不 反正我是可以解禁的 我觉得是 是OK的 就是追踪定位追踪我以前会比较悲观吧 就觉得他 嗯 他这么短时间如果做不出下一代来呢 那他现在pro也追不上那到底怎么办呢 这个4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4pro的减法版吧 嗯 但是 其实在之前也蹭过pro 然后呢那就有点不合适了 但是pro也好还是现在这个4也好 这追踪其实都是好于neo3的 呃虽然还没有串流测试 但是以我的传统的测试方法来说是还行 但他不意味着他就是现在的串流的好选择 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VD支配的结果 对吧 那呃 但现在预感上来看这个趋势上来看4似乎是这个 我们能在社区里面先玩家推荐的产品了 就在在未来这几个月吧 如果VD上线之后我们再测测串流了 他的本身的追踪素质是好于neo3的 我 我觉得我之前会怀疑说他这个手柄的结构设计 到底合不合理 因为他显然是呃 占的更大的我的手的活动空间 但实际测试结果是确实是好一些 比neo3的底子就好 我不知道是因为传感器的原因 还是这个结构设计是主要原因了 这个就不是我的领域 但是确实好一些 呃 上面Pancake什么的 我始终觉得 那不是这个阶段的重点 其实就是他 他前面轻薄了 他后面并没有轻薄 整体的重量 也并没有轻到一个 让人觉得哦 Pancake好厉害的状态 所以 只是觉得清晰了嘛 就是 呃 iBox跟甜蜜点 呃 更好更好一些 就是不同的人更 都更友好一些 但整体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追踪变的 更好的这件事最重要 我 我这是我个人体验的 其他的 都 似乎没有什么 亮点说起来 他应该就是描着Quest 2的 竞争 就他是 他是Quest 2的竞争 对手 嗯 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个定价 以及 内容库 呃 他在海外 他在海外 你说这个内容库他有多厉害 他在海外也不一定就是真的有什么竞争力 但是你拿回国内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国内大家就一直愁 就是怎么能有一个对吧 不需要科学网络的 嗯 嗯 然后还行的一体机 是 嗯 我们如果不考虑它是个串流设备的话 那现在这个 就还行 真的还行 不像Nio3 Nio3我是始终一年多了 我都很尴尬 我没法跟人推荐 我是Picco Neo3 我纯粹用来看VR直播 跟VR演唱会 你看是吧 确实 我这边有人问了 他说Picco4 他会支持DT直连吗 你没有这个 NTA的这个 限制 那要不你来说说老潘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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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说的啊 啊 各位 各位观众能证明啊 这一句话 不是我说的 也不是我回答的 是老潘回答的啊 不是我问的 我可以选择不回答吗 哈哈哈 我把我主动的感想 分享了之后 我就不回答问题了 可以吗 okok好 也可以也可以 没问题 这个我们可以留到27号 就是有更多的一个 详细的资讯出来 现在这个是一个海外的发布会 像老潘刚刚所说 他那个最终 手柄的最终的定位 就终于是能用的状态了 至于一体技的内容也开始跟得上 而且甚至有独占的内容 像那个just dance 就真的是挺惊喜的 所以如果在海外的话 他这个定位就是 瞄准Quest 2来打的一个机器 至于国内的话 暂时还不知道 他里面有些什么内容的区别 但是我听说是有挺大的区别的啊 因为你都看到有一些内容 在国内是不可能上的 审核会很困难 所以这个越来越让人担心的 其实反而是内容这一块 是的 对 会有很大区别吗 然后这个包括未来的国内外的版本 会有系统上的什么限制吗 这个我们都不清楚 然后作为玩家来讲 其实我们 我们不管你希望这个VR 未来它是什么 对吧 它是用来做什么 现在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个游戏机 对 所以内容库这一块非常非常重要 就我们到底能玩到什么游戏 然后未来如果版号问题来了 我们到底该怎么 怎么让我的设备留学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需要 其实就要开始关闲的事 我们可能在PQ4的早期阶段 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但是慢慢的就会体现出来 就是国内外的游戏库的差异 因为它总会流行起来 流行起来 对 因为流行起来 总会被国家的国内 会有一个管控版 就有点像出版号 或者什么的 现在据我所知 这个VR游戏是没有版号这个需要 但是他们国内的公司 他们会提醒开发者 是有某些东西需要注意的 就例如New3上面 那个亚历山的阳光 我记得是绿色的雪 对对对没错 对然后还有其他我都不知道 如果这些内容改了 就能不能上这个国内版呢 这个还是未知之数 这个只能流到27号 我们才知道了 27号到时候我们还要播吗 我不知道 反正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国内版本它 跟国外肯定还是有区别 所以我们看到首先肯定是中文的 嗯 对对 所有的东西 那些界面啊什么的 都是变成中文的了 这不会是英文 对人也是讲中文的 是可 那老外是不是重新配音呢 肯定是中国的负责人来讲吧 不是它因为它是在青岛办线下的发布会 所以肯定是现场那个直播呀 哦 哦 哦 对吧 对 哎等会儿咱们那个咱们这个爱好者圈子里 有谁去现场呢 沈一辰 老庙去现场 哦 那两个要去现场 这对 CP 这对CP去现场 没有什么都组CP啊 真的是 嗯 反正就是这个这个 那不就是到时候我们看他们现场也可以发挥一些反馈吧 嗯 然后其实那天我也去 你也去现场 哦对你就在 就在那个省 所以到时候看转播吧 然后如果各自都有自己的直播 那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各位UP主的直播间去看现场的情况 这次大概就是不会直播 我估计现场网不会太好的 是吧 反正线下的发布会就好就好在他现场有很多提供时机的体验嘛 展位 然后除了发布内容之外呢 现场很多人过去体验的时候 你也可以就看到他们真实的反馈 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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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